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想说请大家去帮我确认一下 就是大家桌面上是不是有一个CC的资料夹 有的话请举个手 都有 好 然后现在黑板上面那个网址的话 可以让大家把这些答案携带回家 就是如果说你们之后回家想要练习的话 这边有一些已经固件好一半的档案 还有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东西 那大家可以直接把它下载回去在家里研究一下 那因为这次的课程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的做法会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学会一个 以拉锤层的基本使用 然后大家藉由这些基本使用 可以慢慢再去找找寻其他的一些方式 就是至少说我希望说这一次这两天下来 至少你们可以已经可以利用它来制作一些东西 然后之后如果有更厉害的使用的话 那就靠大家自己去摸索或者上网找资料 好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 基本会是左半边这些 然后这边我会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软体的功能 还有基本的安装方式 还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界面 然后一些功能的位置 我们稍微让大家实做一下 然后还有它最基本的两项功能 就是取组功能跟图层还有被子曲线的部分 尤其被子曲线如果大家使用上 已经可以到得心应手的话 那这套软体大概就会了70%左右 然后之后的话会跟大家讲述说 资料贴图的一些制作方式 就如果这边有人会画图的吗 你举个手 好 有一位 好 那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利用它来自己做资料贴图了 好 那在使用这套软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想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在使用这些软体的时候 我都是好几个软体定着使用 像比如说如果我需要点证图的话 我会用Photoshop 那如果需要修照片 我可能会用它们 然后如果需要是一个logo 或者是一个图面上的东西的话 那我就会使用以拉春了 那我平常的工作就是 用以拉春做一些绘图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动画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以拉春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它可以画插画 也可以做名片 然后也可以像我现在这几个 就是用它做的 然后或者一些包装设计 或者一些公仔设计之类的 其实也都可以利用它来应用 然后藉由一些其他的一些软体的配合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制作很多更多元的东西 像比如说如果说使用书籍的话 使用那个Indieside的话 你就可以排满一整本书 然后或者是用AE或者是用Gmail做成那个影片 那现在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就是对于以拉春的部分 大家已经有使用过的经验的推举了什么 那已经可以自己 就是很完整的做出一样东西的 哦 好 了解 好 这边的话 我就还是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怎么样去乱这个软体 好 首先就是安装的部分 因为我之前在安装的时候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 像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Win7 或者是一些比较旧的那个Windows的话 那可能你会需要把它升级到那个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升级的原因不需升级 它才能够使用 因为我之前就是直接使用 就是刚安装最完整的那个Windows 结果它在安装的时候就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后来直到找到一些更新 它才弄得好 然后一开始的话 我们会需要创建一个属于它的一个账号 然后如果说是基本的使用 试用版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7天的时间 所以大家把这7天的时间好好练习 好 那大家现在可以打开你们的那个Elatator 好 那在我这边切回来 切回那个云端之前 那请大家直接看你们的电脑里面的 那你们的Elatator都已经开启了吗 好 在开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就是它它会跟以前那个CS6 或者其他会稍微不一样 它现在有一些那种 有个是零端式级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 像行动载具或网页 或者是影片和视讯这些选项 那这些选项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我们要的格式 那像这里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那这些尺寸就是根据我们要做的内容去设定的 那因为我平常的工作 我会比较适用于这一块 线条图跟插图的部分 所以我就可以从这里去选择一个新的 好 那现在请大家就是直接看着萤幕 然后我们在那个电脑上面实际上去运用一下 现在我们先用它的方块图形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先我们先直接建立一个方块 好 请大家这样做一下 好 都好了吗 好 然后我们在刚开始这边 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新的CC有一个新的功能 这功能是我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还蛮精看的 好 然后我们跟我们先把颜色的部分 我们先给它一个比较清楚的颜色 在贴色里面点两下 然后你可以随便选一个颜色 按这边的把 它就会变化不同的颜色 然后给它一个亮一点的颜色 好 然后在以Latator来讲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的线跟面它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像现在这一块方形 如果说我在 如果这边这一块是线 这一块是面 如果我在线这边点两下 好 我把它变成白色 然后它的线就会不见 或者是我可以点这边 然后直接变成没有的 但是我随时又可以把它呼叫回来 就在这边点两下 它就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控制 好 那我先把便脑切过来 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先不用那个 我们先不用广播的功能 我尽量把图像放到比较大的地方 那以Latator它专门为我们产生的是向量档 所谓像量档就是它是有一些路径去构成的 所以当我们放大到比较大的时候 它是不会有巨尺的状况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哪怕是很小的东西 只要我们是完全是用它来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把它放大到巨幅海报其实都可以 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好 那请大家开插画这个资料夹 就在刚刚你们那个CC的资料夹里面 实作物件里面有一个插画 请大家打开它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不支援的字体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关闭就可以了 OK 那就麻烦你们在有CC的桌面上 然后打这个网址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资料下下来 好 大家都超下来了吗 就直接上那个网路 然后把它建上去就可以下载下来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解密这个档案 那现在大家都开了这个 然后现在我们 如果说一般我们拍一个档案的时候 我们想要亏待它的全貌 因为这里头大家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底涂而已 那我们想要看到里面其他东西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找到一个东西叫涂层 好 在我们的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涂层的这一个 我们把它扁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把涂层拉出来 好 再做一次哦 把涂层打开来 然后用压的把它移到上面来 好 然后其他就可以缩回去了 这边我们只要这个涂层的部分 请大家先打开这一块 好 大家涂层这个地方的 大家可以稍微玩玩看 在我们左边这边是眼睛 然后右边这边是左 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 当我们把眼睛关掉 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试着把角色这个打开来 我们这边眼睛会看到就是底跟角色 这两个部分 好 然后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工具 把它放到比较大的位置 这一个是我平常工作的时候绘画的插图 因为我是在做比较教育类的动画部分 所以我会先用里拉吹特做这样的角色 然后大家把锁打开来 角色的锁 然后大家可以用 这边有黑色的箭头跟白色箭头 然后大家可以用黑色箭头去移看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框 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智慧 叫做智慧型 智慧型拆导线的部分 它会帮我们锁定 但是在画插画的时候其实用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好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物件 大家可以读多看 读以它 好 平常像我们产生出这样子一个角色 那我是用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些物件去拼成的 那大家看到这些拼凑出来的东西 其实它都是一些基本型 那以拉粹的它就是帮我们完成这些基本型的部分 那如果说大家有幸可以拿到一些原始档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先从这个地方看起 因为相对的只要你能够研究出说 这个图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画的 那你就可以找到说你自己画图的方式 好 那现在大家看这个人物 我现在怎么移动它 它都是整体移动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到另外一个功能 白色箭头 当你点白色箭头的时候 它只会针对其中一个去做变化 就是它会选到的是单一的物件 然后我们拖椅它 就可以把它像刚刚这样把它拖出来 好 那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 黑色箭头是移动整体 白色箭头是移动单一物件 这两个功能是很常会遇到的 所以大家熟悉这个 然后再来我们就开始想说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是怎么画出来的 好 所以我们就会需要一些方形工具 或者是一些钢笔工具 但是钢笔工具因为会牵扯到 那个备置曲线的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稍微晚一点再说 好 现在我们跟刚才一样 我们在这边画好一个方形 然后并且给它一个颜色 那用这边来调 刚刚我们这样调起来 其实蛮辛苦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 我们要试着开启另外一个功能了 好 在颜色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有一个色调 那我们一样把色调做出来 好吧 电脑有点小问题 所以我们就试着用 让大家来实作的方法 来先让大家上课 好 请大家先用刚才的方式 画一个方形 然后大家看到方形的那个四个角 有那个圆形 大家可以试着去拖椅看看 这个是CC的新功能 然后我们在拖椅的时候 只要拖椅一点点 它会变成一个圆弧形 像以前我们要做 这样类似圆弧形的话 我们必须比较麻烦的 就设很多被之节点 然后才能够去处理这些 但是现在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功能就变得很简单 然后大家在方形的部分 长压 长压一下 是正方形的部分长压住 不是 也是在那个工具链那边 长压那个正方形 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形状 这里头最明显的是那个 心形的部分 好 大家可以试完一下功能 那个心形的部分 我们一样在它那个四个角的 节点上面去移动 只要有那个圆 那个圆形的部分 都可以试着移动看看 那因为有这功能的话 就不用 就不用画那么辛苦 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些 比较可爱的一些 心形或者是各种形状的话 好 大家可以试试看说 因为它还有其他形状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些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是 那个多边形的部分 多边形的部分 它就是当你点了它之后 你可以在空白处先 轻压一下 它会让你选择说 你要几边形 可以选择六边形 九边形 或是更多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部分 好 我回来了 好 我们刚刚看到了 涂层的部分 所以涂层拉出来 然后其他收下来 然后还有 颜色色条的部分 色条弄出来 像右边 左边的这些功能 就是基本它的操作 比如说你要画一些图形 或者是做一些 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然后上台的 上台的这个部分 档案编辑这些 就是让你对整体去做一些处理 或者找一些功能的 好 然后图层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这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 那图层的开关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说 有些东西出现 有些东西消失 这对我们来讲 是很好的运作方式 然后另外还有笔画 然后它一开始出来 只有这些 就是有时候 我们打开的时候 如果它只有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笔画 只有这样一格的话 那表示它里面 还藏了一些东西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先行把它护角出来 显示选项这个 好 然后这样它里面 一些更细节的部分 都会出来 那像如果说 我们今天要画一条线 所有跟这条线 相关的东西 都是在这边去控制的 好 现在我先选择 我们先选择这个地方 长压下来 它有一个铅笔工具 然后我们先随意的在上面先画 好 我们随意的 随意的画一条线 好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 像这样子的 然后大家有看到 笔画那边有个宽度吗 我们把宽度变大一点 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去画出一些 线条类的东西 像以刚刚角色的部分 像这里 这个 跟这个 这都是用线条产生的 当我们在画一个图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 是有 有边框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也是可以随意的调整 像现在比如说我按手的部分 我压下来之后 这边它只有绿色 只有面的部分有颜色 这边有一个红杠 意思就是它是没有的 没有东西的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选了这个部分 然后刚刚我们有打开色票 我们再选一个色票 好 它就可以赋予它一个 那这个边是随时随意 都可以产生出来 也可以随时随意让它消失的 好 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当我在选一些功能的时候 上面这里是会跟着变化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针对被字的部分 先做练习好 先请大家开到那个被字第一个 我在这边有设了三个 稍微有点透明的线条 那我们现在大家就试着把这个当做一个底板 然后来画它 好 然后现在请大家先点选被 这个被字这一个 然后底下有一个制作新图层 这个功能 好 请大家点一下 它就会在这我们上面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我们再把被字一把它锁住 锁住的话就是 我现在不论怎么样去画它 它都不会被影响到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把它当做一个草读物 然后就直接读作看 然后被字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钢笔工具 然后要请大家把那个 检视里面的智慧型采考先把它按掉 好 因为用这个就有点作弊了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尽量的放大 这边有个放大工具 我们把它尽量放到萤幕全部 我们要来做一个这样子 一模一样的东西 用被字曲线 好 然后我们先把笔画的部分 我先调一个颜色出来 然后让它稍微粗一些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钢笔 移到那个线的某一个段落 大家现在都看得到 好 当你压下去的时候 压下去放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线条 好 然后我们移到它的另外一个45度角 压下去的时候不要放 然后去移动它 好 这样就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线段 那可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想要你到下面这个线段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自己的引力 它会有一个自己的惯性在那边 所以它可能不见得会 可以坐到我需要的位置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按ALT 就是压着ALT 然后点这块线 它的惯性就会消失了 嗯 然后这时候就一样可以点45度角 然后去拖它 好 然后其他部分就请大家试着跟着做做看 就当你点下去的时候 就是按那个ALT 把这边这个杠杆把它去掉 好 那在ALT的画图的话 基本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夫 那现在大家这样画出来一定不远 但这没有关系 只是让大家先熟悉 这个基本做法 好 然后现在新型的部分 请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相对就比较简单 这就是我们在压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要让它拖移 就直接很快速的把它点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选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来心型的部分 因为请大家可以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按那个形状工具的时候 它这里头什么样的形状都有 但是就没有爱心这个形状 那我自己在后来在运作的时候 就发现说 藉由被子曲线 还有一些形状 形状的东西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做出一个很标准的形状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大家先解构一下 这颗爱心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形状 这里会有两个圆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就用 圆形工具 圆形工具 然后我们来 我们来 对它画两个圆形 好 然后大家有这个基本型之后 你可以再调整一下 就把它尽量调整到 跟它几乎接近的部分 然后现在我们是面是空白的 但是线是有线是有颜色的 我们把它翻转过来 好 这样第一步就完成了 瘟疫完成到三分之一了 好 那请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好 看到有 看到有同学已经在试验了 这样很好 大家可以就是动脑筋想想看 这个形状要怎么画 怎么样可以做出 像上面那样子 比较完美的形状 因为其实 以使用这套软体来讲 通常会需要一些 基本的一些美术能力 那如果说是 我们单纯只是想说 先行使用或者是 美术能力还没有完备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看本人的东西 然后想像它是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 这样是学习最快的方式 好 然后大家应该很常使用一个 叫Ctrl-C,Ctrl-V的功能吧 好 然后现在请大家把这个圆 点下来 Ctrl-C,Ctrl-V一下 我们产生第二个圆 然后把它放到适合的位置 好 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圆了 好 然后这边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功能 然后我们在视窗这边点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 这边它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右边 这些功能的选单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图层 这边有打一个勾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右边找不到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按掉 我们可以用视窗这个地方 把它再呼叫出来 那现在我们找一个路径管理员这个功能 然后把它点开来 好 请大家先做做看 在视窗 如果说它前面一开始显示不到的话 你可以移动这个箭头 它就会有其他功能跑出来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需要路径管理员这个 然后在我们的右边也有它的热键 迅速的Ctrl加F9 那大家按这个 按这个组合键 一样也可以把它呼叫出来 它一次提供我们很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 那就看大家的习惯 好 大家都呼叫出来了吗 好 然后现在我们把 我们使用黑色的箭头 把这两个圆圈全部选起来 然后使用底下第一个 点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一整个物件 那这里头 等一下我会针对这边再做一下解释 好 我现在先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有一个 两个圆圆结合起来的 然后这时候一样到贝茲曲线的这个钢笔功能 它有一个瞄点工具 点下去之后我们再 我们针对这个 底下这个 点 把它按一下 然后按 当我们按下去 它就变成一个 没有像这样 没有像这样子有那个操控法的 它就单纯是一个结底 然后我们再用 白色箭头 把它移到下面去 好 再做一次哦 好 现在先群组嘛 然后我们使用白色箭头 好 刚刚讲说黑色箭头是移动整体物件 白色箭头是移动单点或者是单一物件 好 所以我们选择白色箭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操控这些点 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把它拉下来 先把它拖下来 就点出它以后我们下拉 拖下来以后再用刚才这瞄点工具 对着它点一下 那它就变成尖的形状 然后现在根据 以这个形状来讲 我们现在就还插底下这两条 这两个点 这边我们就会用到让点消失的功能 然后一样刚才钢笔工具这边 我们用删除 删除瞄点工具 它这边也有钢笔增加点 减少点 还有刚刚这个瞄点工具 我们用删除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直接对这两个点 点掉它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回到钢笔工具 再使用这个瞄点的部分 我们再针对那个瞄点部分 稍微再拉一下 用白色箭头 这样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那这边其实我们就基本运用到了 背质曲线的许多功能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这个可以练练看 因为当你练熟这个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 背质曲线还蛮简单的 可是其实使用一拉吹蛇 大家最怕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好再一次哦 先选白色箭头 然后把它往下拉 然后在钢笔工具这边的四个 先选底下这个 把它勾下去 然后再两个点要让它消失 所以我们用删除 然后再用白色的箭头 稍微再微调一下形状 好这样就好了 好大家试试看 这个是我在后来 我在帮大家上课的时候 发现这有点像是 毛笔的泳字搭法一样 大家如果说这个熟悉了 那基本的那个背质曲线的使用 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 以拉吹的最困难的部分 大家就已经 克服一半了 好那有问题随时举手哦 这个部分大家都OK吗 好然后刚刚刚这样子 看过一轮的结果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 图层部分的概念 其实还比较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 就针对这个点 我们再来再来试一下 先请大家按档案 然后新增一个 我们再新增 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些 这些功能 可能比较不适用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 用更多设定这个部分 如果先按线条图跟插画 更多设定 这个其实就是原本 CS6以上的使用界面 那可以让我们直接去控制说 我们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一个A4 或之类的 然后建立文件 我们先建一个新的 先建一个新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图层是干净的 好在图层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按那个制作性图层 我们会一直增加新的 这个图层的概念就有点像以前 早期的传统的动画一样 它有一个底是背景 上面在一层一层一层都是透明的 都是透明的晒露露片 那就可以在上面放一些人物的图 或者一些之类的 然后几个不同它就还就可以动 这有点像基本传统的那个动画的概念 然后眼睛的话是控制我们看到 看不到的部分 像比如说现在底的部分 好我直接给它一个颜色 好然后我们不要用这个 我们用刚刚有开的色票这个部分 好现在我用一个颜色 然后用一个方块 先把底整个包起来 好像这样包起来 让大家发现图层一的这个地方 它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形状 然后图层二的部分 我们再点上图层二的部分 然后我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星星 然后现在我们移过去它是一个 大家看到有一个静止符号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检查一下图层这边 好因为我们现在图层二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打开眼睛 所以当眼睛打开的时候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好因为都是绿色 所以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给它新的颜色 好现在我再把它关掉 打开图层三 然后我再给它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好然后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图层这边 我们可以大略的看到说 它里头其实有什么东西 然后但是我们要把眼睛点开来 或者是这样子 它才看得到 这就是图层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 像刚刚在画的时候 如果你会发现说点不到东西 或者是东西看不到 那其实都是这个部分 好那我现在我把图层一锁住 好然后图层二锁住 那现在我们可以移动是什么 就只剩下图层三 所以我用黑色箭头 我光选一次 它只有图层三的两个星星 可以让我动 然后如果说反之 我把它变成这样子的时候 哪一个可以动 黄色的这个对不对 其他的部分就通通点不到 我只点到黄色的星星 这个功能有助于说 我们今天如果要画一本图 比如说我们头已经画好了 然后我们不想动它 然后我们只想动手 或只想动其他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图层把它锁住 好然后刚刚这个地方已经都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一样把这些眼睛都关掉 这一支二的部分 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 今天这个图形 我们有几种不同的画法 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像第一个的话 其实我可以直接用线画一个三角形 再画一个方形 并且用刚才的方式把它平起来 好然后现在 一样背姿这个部分是锁住的 让我们开一个新的图层 在它上面 所以底下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碰到 好今天方法一 我可以用刚才的钢笔 因为反而它都是直角的 直角的 然后我就直接 去把它的形状捆出来 用点的 嗯 而这样有一个问题 它 并不是那么准确 对不对 大家看到上面那个线 线 其实是歪的 那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准确的方式呢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方形的面 嗯 然后这里 刚刚讲的多边形的部分 大家刚刚有没有试过 点下去 可以直接把它边数变成三 就有一个三角形了 可是这三角形是向上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需要把它转向 那转向就可以使用 用它的另外一个工具 旋转工具 旋转工具 它有分旋转跟近色这两种 就如果就比如说今天画了 左边的手 右边的手 你想要复制过来 那你只要用旋转工具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近色工具 好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旋转 那刚刚有提到说 上面这一块 它会根据我们使用的工具的不同 它会跟着随时变动 好然后现在我们用 现在我们看一下上面的部分 当我使用了 当我按下了旋转 现在我们先看现在 上面是有这个颜色 还有它的内容 还有它的不透明度 之类这些功能 可是当我按了旋转之后 点了这个物件 按了旋转之后 旋转90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角形 变到这边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一样也可以用 刚才的路径管理员的部分 我们去做一个群组的动作 然后刚刚的同学讲到说 如果是那个三角形用 直接用旋转的话 好像转起来还并不很正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做 一样我们选一个多边形 然后一样是三角形的 然后我们在那个旋转工具上面点两下 它就有一个角度的部分可以用 然后把浴室打开来 你就可以稍微看到说 它做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把这次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它等于做了两次 所以 90度确定 然后再转90度 好那这样就转到我们要的角度 再微调一下就没有了 好所以以刚才的情况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旋转或移动 我们有几个方式可以去做选择 好现在 我在做 右三角形好像是一个 还蛮好辨认的方式 所以我复制一个三角形出来 好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 现在我们有旋转的方式 现在有旋转的方式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把它缩 缩扁一下 第一个我们可以点两下 然后去做旋转 那如果说你要转另外一个方向的话 你只要给它一个负数就可以了 负90度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静射 静射就是在旋转的地方 我们压到静射工具 然后一样点两下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水平跟垂直的旋转 这个你就选择了 然后它就可以跟着动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 看我们现在这个工具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我们之后我们要去研究其他的功能 或者是我们可能想要使用某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当它底下有箭头的时候 或者甚至没有我们都可以点点看 那你就可以找到其他东西 那像这个就没有 这个点下去它就是空的 那橡皮擦底下还有剪刀跟美工刀的部分 然后能缩放还有请斜跟改变这些 那因为它都是中文版的 我当我们把滑鼠移到这边来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说它是 它会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工具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稍微 稍微试图试着去研究里面的东西 好然后光光是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还有几个会比较常用的工具 这边我就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像放大镜工具 它压下去是没有东西的 但是当我们把它移到画面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放大镜上面有个加号 这时候我们按ALT 大家可以按按看 按ALT之后它会变成-号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我们的画布的外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域 那现在我想要说在画布上面再增加画布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选用旁边有一个工作区域工具 那这个是有点像类似编排的功能 它可以会有排一页两页三页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是单纯用列印的方式的话 我们只要全部做在这上面 它就会一次把我们全部列出来 好然后现在我们按下去它会发现这个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区域 现在我要产生第二个跟第三个 那当我点到这边的时候 好看到这边它有直视 横式还有新增工作区域 那因为我现在有点到这一个的关系 所以它会自动帮我记忆说 现在我用的第一个页面是什么尺寸 所以当我新增的时候 它会给我一个一模一样的 好然后当我针对它来按的时候 我会发现这边 有X跟Y 然后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尺寸 然后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尺寸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 500跟 我把它变正方形好 好像现在对我们就遇到一个 它如果叠在一起的话 它会有一个 它会帮你吸附的工具 它会帮你吸附上面 所叠到的内容 所以这时候我们移到下面一点 我们再按这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来调整 但这样就不准确 然后再用这个来调整 好那我就有一个新的 这个它 当我按住这边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这是工作区域2 那我在练音 当我在练音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 它会写练音上面 工作区域1 然后第二页再练音2 然后还有一个好用的功能是吸管 好现在我回到那个工作区域1的部分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 新的图案 然后我给它一个不同的颜色 那我希望这个旁边这个 这个箭头跟它颜色一样 那我只要把它选取来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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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的物件之后 我们还可以在移动的时候 就可以用组成群组这一个 倘作军 那这个阿还是一样是两个物件 但是 我们就可以移动它 那刚刚讲滴管的部分 我就选择这个滴管 然后选择我要的颜色 那它就 变成这个颜色 那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就算我今天放上去的是涂档 点阵涂档 它一样可以吸 它一样可以把它吸到一样的颜色出来 然后其他像手型工具 这个是让你去移动这边的 移动整个页面 你一样可以按空白键 按空白键有一样的效果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 我可能在画它 我当我按了空白键之后 我就可以移动它 然后放了它就回复原状 有些东西你可以配合热键 就是如果说你常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记它的热键 那至于热键全部都写在上面 好然后刚刚这几个动作完之后 大家可以试试看说 我们在综合这里头 然后我们去选 去选一棵树 然后请大家记住那个 图层之间的关系 什么部分要把它锁住 什么部分要把它打开来 然后请大家先 自己先试试看 然后我们选一个树以后 Ctrl C 然后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把原本的关掉 我们把它叫出来 好然后这棵树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研究 像之前最早刚刚就讲说 当我们看到某一个图形的时候 我们要试着去找到它的 制作逻辑 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产生出来 好那大家现在就看说 我们可以先用白色的先把它拆掉 它有一个这样形状的 它有一个这样形状的东西 那可是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复杂 但是功能全部在我们刚刚讲过的地方 就是只要我们熟悉 刚才讲过这几个功能的话 做出这东西非常容易 好那现在我就根据这个 我直接实做一个出来 好首先它这个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考虑用铅笔工具 然后直接画 画出来行动词没有关系 它会自己帮我们把它接起来 然后用吸管 好然后再来 再来那个这种曲线最有趣的部分来了 我们用铅笔工具之后 我们用铅笔工具之后 我觉得这个形状 我觉得我不喜欢 我只要再勾一下 那它就可以 只要你记得你勾的第一个点是在线上 然后当你画出来以后的 最后离开的点是在线上 它就会自己帮你把它堵起来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断的去修 不断的去修整这个工具 然后如果说我们利用它 就是最新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 我做两个原型 这个刚刚好刚耳朵就有试出来 我做出两个原型 然后把它 平和起来 好 大家记得这个原点吧 把这个原点 稍微性的移动一下 它就帮我们产生出很规律的这种 椭圆性 好 第一个这个就完成了 刚刚这样讲的方式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 以拉税的它帮我们准备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想要采用哪一种方式 和用怎么样方式做出来效果最好 好 再来是树枝的部分 我一样 其实我可以先画一个 这边树架跟树枝的部分其实是类似的 但是我是用两种方式把它做出来 好 我先拉一个形状出来 然后用白色的 稍微勾一下 然后再用它那个椭圆工具 好 看起来它只能拉一边 像刚才那个星星的部分 如果是使用比较旧版像CS6之类的 就是如果要做那个导角的话 我的做法其实还蛮辛苦的 你要先 针对它增加两个毛顶在那边 然后再用刚才我们刚才试用的那个铅笔 在那边稍微撇一下 它就会做出这种柔软的效果 如果是CS6或者以下版本的话 我不要做那种刀角式用这种方式来做 可是新版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刚才那个原型直接处理 好 这个我再放大家再做一次 这支曲线其实是一个很随性的工具 如果说你有数位板趴甚至你直接勾出来的那个笔 其实效果就很好 好 这边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在这边射两个毛点 像这样就表示没有射到 好 射完两个毛点之后 我再使用笔型工具 稍微勾一下 那如果勾不好的话 就按扩助力重新再来过一次 然后像被一支曲线的话 像这边如果我们觉得它太过于 太过于平整的话 我们一样也可以用白色的这个线 去做更进一步的修饰 只要它有白点的部分或者是有白点的部分都可以这样做 或者是我们可以再多增加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产生输入像类似这样子 然后数字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讨论说 用线的方式 因为它有一个弯曲 它有一个弯曲度 好 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就直接用铅笔中去 然后把绿色移到线上来 按这个按这个按这个钮 它就会直接移到线上来 好 然后我现在中间画一下 拉一条线出来 然后这边它会跟着嘛 按一个右键就可以把它点掉了 好 按ESC 好 然后这一个线条 我们可以让它再粗一点 就用笔画这个工具 我们把它变成 7 或者可以再粗一些都可以 10 好 这个 然后大家注意到端点跟肩脚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这边是肩型的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做 或者是 我们可以把它分链跟肩脚 把它变成圆形 然后因为它是 因为它现在是线 如果我们要 把它做再不规则一点 我们就需要把它变成面 所以就用物件 展开 然后我们只要选择笔画就可以了 它就是把刚才那个 线段变成面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它 再下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像这种画图的方式 其实就是 你只要能够做出各种你想要的基本形 你就可以把它 你就可以把它评测得出来 所以大家回去 这个答案都有留给大家 所以大家在回头的时候 里面也可以稍微把它 把它 就是都打开来 然后稍微研究一下 看说里面这些图形 是怎么样 怎么样画出来的 然后试着去找到说 画出来的方式 那这样你就可以 可以处理很多事情 然后其他这边的功能 这边的功能 就给大家 就给大家自己回去的时候 大家先 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那方式一样是 当你点开来之后 然后你可以这边直接用 你可以把它拖出来 像每一个 像我每一个 用这个来做会图的人 桌面上都一定有个自己的习惯 就是你会把说 你常用的功能 把它移到外面去 然后不常用的 就把它锁掉 然后保留你的空间 好 然后再来我们来讲 那个 变形的工具 然后一样我们在图层里面 去 好 我们直接开一个新的好了 然后像这些各种不同 档案里面的图层 我们都是可以 互相再 互相再利用的 所以比如说你在 A 档案里面 做了东西 你只要把它抠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抠在 B 档案 就可以来使用 所以当你用这个来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的元件 甚至说你直接 用拼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 就可以拼出新的 新的物件出来 那这里还有一个 很好用的工具 叫变形 任意变形工具 在 左边的这个区域 当我先点选了物件 然后再 点任意变形工具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 那边有一个导角 然后现在新的功能是这个 就是当它点了以后 它会有这些不同的学校 那一般我们使用的是 任意变形 好 有了它以后 大家会发现 我可以任意的去改变它的形状 那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个 可能它东西都往外飞的感觉 我现在把它先缩下来 让我多复制几个 然后使用这个工具 它可以帮我们 它可以帮我们做出 一种移动的效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 像这样就会有飞飞出去的感觉 这功能在我们围调一些物件 或者是移动都很好用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 不过新的功能 因为它有增加了这个 所以可能大家打开这个 要稍微找一下 它有可能会被藏在这个底下 像这样子 好然后像刚刚大家 就是在做的东西 那些功能 如果说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 或者是有自己的想法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去制作出这些东西 那像这个星星 就是我刚刚讲说 用那个CS6 自己用刚才那个点的方式 去点出来 这样它才不会让它 那个形状看起来 比较太弱于尖锐 那像这个人物这个形 也是直接用那个被子拉的 那大家只要说 就跟刚才一样 是想说 因为这样看起来 它是一个图案 但实际上它组合起来 都是一个 一个形状一个形状 去组合起来的 所以就看 端瞰就是大家 怎么样去组合 自己想要的图形 自己想要的感觉 然后同时我们用这个 这是明天 这是明天的部分 明天的部分 我们会提到说 怎么样用它来编排一些 像比如说像DM 或名片 然后有关于 比较需要图形的部分 然后像这个就是平常我 平常我在做的工作 然后我可能会像这样子 用以拉做一个界面 然后做一个界面之后 然后再给程式去 去写 做成那种互动 互动教学的部分 但是大家如果说 开始可以试着去 试着去想像说 它的基本形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 这些基本形 其实都很简单 只是怎么样把它拼得可爱 拼得可爱 拼得可爱的感觉是对的就可以了 然后刚刚有同学 有释出一个部分 所以我针对这个地方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之前我有提到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 把一个东西 我们用群组的方式 把它群组起来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 这样随意的移动 但是如果说 我想要再改变里面的东西 如果要再解开群组 是会有点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图样 我们再点两下 当我们点两下之后 我们会进到 下一个 这个图层的下一个图层 这就在里图层的部分 那大家会发现呢 一个特性就是 四周的部分 其他物件 全部都变得比较淡 然后在我们图层的部分 也会有一个往下 像有一个 这边这边往下 然后这边往右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如果大家遇到这个情况 它其实不用紧张 你只是 进到这个图层的里面而已 那进到里面会有什么情况呢 你就会发现 当我用黑色去点它的时候 它每个物件 又可以再次让我选取 然后我可以直接去移动它 但是正在我在外面的时候 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这时候 如果说我要恢复回来的时候 我只要在空白处 再给人两下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我直接这个地方 分离模式这边点一下 好 功能拿掉了 好 那空白处点两下就好了 那它就回复刚才这个去租的状态 那这边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会有种情况是 好 比如说我现在 我做一个 这两个东西 我先把它群组起来 物件群组 它是会变成一个 然后我再多复制两个 好 这三个我再把它群组一次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说 这个东西会有什么结果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进到这一层的时候 好 它原本这三个物件还是分 还是组在一起的 它是三个原本的物件 就是刚刚我在组第一次的时候的状态 然后当我再压两下的时候 我才可以再针对这个去移动 这是一个控制机制 就是让你说 你可以在 控制某一个局部的状态下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的东西 好 然后我这边我 不论说我今天怎么样去控制它 或是再伸进去 或是再伸进去 当我到最外面的时候 它一样是组在一起 好,那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试着 我们去想象一下 好,现在有这叶子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叶子做出来 我们大家试着来想象这件事情 好,第一个 第一个 它的外框大家想用什么方式做 有没有要试试看的 拉线吗 对,拉线这个方法 它方法非常不错 那简单拉拉看 这部分会应用到 我们刚才说 那个贝斯曲线的 那个 转角的 转角的动作 所以当我们点一下 然后 拖那个形状出来 那一样的是 这个地方 它会不听我们指挥 那所以我们用ALT 然后再动一次 然后会有人说 这个是面 这又不是线 但是它线跟面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转换一下 现在这些都是在复习 刚才我们所练习过的部分 有这些部分 我们其实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然后用笔 笔画 把它变粗 然后大家端点的部分 也可以考虑一下 看一下要用尖的 还是要用圆的 或者是它有其他组合 这个就给 就是这个就给大家自己去实验看看 好,然后当我在画这个 当我在画里面的时候 其实 我很容易不小心点到其他东西 所以这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我把这个图层 锁住 然后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这时候 这个就画不到 或者是我还有B方案 当我选了它以后 按物件 它会有一个 这边会有一个锁定 然后锁定的话 你可以用选取范围 像有时候大家如果说 你可能开了别人的工作档案 你会发现 就算说你把那个图层这边眼睛 或者是锁都打开 你还是看不到东西 你还是没办法连选 这时候就很有可能 对方用了这个功能 因为当你锁定住的东西 它就会 永远点不到 不论说你今天是 开着或者是关着 好 那我们先画完其他部分 你再把它解开来 好其他部分 我们就很明显看到 它都只是线条而已 所以我们就用一样的线条 跟着画画看 好当位置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用上面的白点 稍微调整一下 好 然后除了我们的钢笔工具 我们还有直线工具 直线工具 就是让我们直接画直线用的 所以当使用这个的时候 会比刚才的 稍微再简单一些 好然后上面这一台 我们很明显看到 有一些loss掉的东西 那就一样用这个调整下来就好 好 然后这边有凸出来的部分 我们就再调整一下 然后因为后 因为到后期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都是先直接在纸上面 先画好图 先画好一个草稿 然后再把它 放到上面来秒 这是比较早期时候的画法 然后到后来开始有数位板 其实我也有点懒 所以我会直接用 比较透明的线 或比较虚线的部分 先在上面打个稿 这个部分 我在明天的时候 我会准备一份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说 我实际上我在 这上面画组的时候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好然后大家现在可以试着 选 选这里面其中一个图形 然后我们证认选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 目前对这个熟悉感 然后我们大家认选一个图形 然后我们把它当作草图来画画看 比如说现在我选这个 我就把它寻取来之后 然后一样把它点掉 开新土层 然后这边我要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寻土下来 然后我们找一个透明度的工具 点视窗 好那边有一个透明度 点下来 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然后把我们点了它以后 这边会有一个小图 我们把不透明改成10号 或者如果太不清楚的话 我们改成20 有一个不太会干扰你 但是又 又还算清楚的那个透明度的感觉 然后我们把它数住 再开一个新土层 然后我们就可以画画看 这边大家不用全部画完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自己 目前已经熟悉的方式 或者是可以找到的方式来画画看 这样子经过几次练习之后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你自己想要画的图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 好那请大家试试看吧 好刚刚有一个同学有提到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在这边就是帮忙实做一下 可是因为现在手上没有数位板 所以画起来形状会稍微有点沉 但是基本功能是这样子 现在我先有一个基本的图面 然后如果说我想要做 试着去做一些层次 或者一些效果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怎么用 在橡皮擦这边 以下有一个美工刀工具 然后当我点选了这个物件之后 我可以直接用那美工刀直接画 比如说我这样画一刀下来 把东西就一动为二 它就变成两样东西了 所以我就可以针对它 第二个物件 把它变成另外一个颜色 那这个部分同时你可以拿来 运用拿来做成说 比如说今天你可能画一个图形 你会希望它有一个阴暗面 或者是美上有更多层次 你可以用这一张 那或者是像比如说看有些插图 它一个短头把的女孩子 头上它会有几个颜色层 就是这样交叠的 比如说淡咖啡色 深咖啡色 淡咖啡色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功能继续做 可以多画几刀 然后我再把这个 变回这个前面一样 就如果说这个线条 今天我们画的是比较规则 比较漂亮的话 它就有办法达到刚才所说的效果 像比如说我用这个女孩来做实验 好 它现在的头发是单色的 好 我把它点进头发里面 再点进去 这是它的单一物件 然后我试着用刚才的方法来做一下 好 然后我再把它交叠的颜色 把它变深 好 这样我们来看说我们把它点回去 会有时候都变成什么结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些不同的层次 那如果说这个形状的位置是对的话 那甚至说我们将来这个图形 我们也要进到那个photo去 它也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记准记准写 好然后今天的课程会比较着重在教大家怎么样使用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然后明天的部分我们就会进入到实作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想要想要做一个DM 我们想要做一个名片 或者是想要想要做一个可以印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做 还有哪一些功能可以使用 这部分我会放到明天来实作 那在我给你们的答案里面 我有准备一些图 我有准备一些图片 杂像里面都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那这些不用说一定都是点真图 那点真图跟以拉的关系就是 它可以把它放进去 然后变成里面的一些图面 然后我们可以用以拉去帮它做些修整 比如说它可能尺寸不一样 我们怎么让它变得很一样 那怎么样排出一个规律的东西 这个部分会在明天来讲 好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 有一个参考资料 就是一般像我们使用以拉的时候 我们最常会用到就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库卡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一些东西 那这部分一定 势必一定会牵扯到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档案做好 然后送到那个外面的印刷场上去做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最简易的方式的话 像比如说市面上有像 蓝格或卡支屋这种的 它这种就是你只要把档案传给它 然后把尺寸跟物件都设定好 它就会帮你把它印出一个完整的成品 那但是面对这些厂商的时候 它们有一点就是它们绝对不会把你修改 就如果说你的东西有一些出彩 或者是一些疑惑的地方 它就直接把你挡掉 它可以讲说你必须要另外传一个给我 就是你要自己修正它 所以以前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曾经就是跟他们一个档案 来来回回好几次 那所以就整理出来这些 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部分 大家在做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这一张就是 在当你做完档案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把它一个一个核对一下 就是当你送出去档案的时候 然后一定是要CMYK的 一定要试色印刷的 而且有一个小PayPal是 我们现在的液晶萤幕 它其实是比较亮的 所以你要预想说你设计出来的东西的成品 它比你的萤幕再暗一些 除非你的萤幕有有校色过或之类的 可是绝大部分绝对都是萤幕比较亮 所以有些人他们拿 当第一次拿到自己的档案的时候 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暗 所以这时候的方法就是你要把它再调亮 把你原本做的东西再把它调亮一点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困扰 然后它会当他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一个固定的格式 他们会给你一个框线 然后那个档案你可以下载下来 所以你要确定说你的尺寸 跟它要的格式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部分我比较少遇到 图档一定是要JPG或PMG 那JPG的话它是一个实面的图档 就是它不会有透明度这件事情 可是PMG的话它就会有透明度 所以你放上去的东西它可以 它可以直接镂空后面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比较伤脑筋 就是你的四色 四色霸 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 像这个是我们的四色霸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当我们现在想要一个颜色的时候 就当我们在调整颜色的时候 这边数值会变动 它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个是相对于印刷 它是它的四种油墨 所以这四种油墨加起来的数量 不可以多于250 这四个加起来其实是400 所以如果说你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做 这个颜色保证会被打回票 因为它会说你这个颜色太重了 它印出去的话会有溢墨之类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变成说要控制这些颜色 那它就是少于这个数量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文字是否要解散这件事情 因为像大家刚开的时候大家就有发现 开这个读长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说 我没有你的字型 所以有些东西它是读不出来的 那对于印刷厂而讲 它们最怕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比如说我有一组文字 这是它基本内建出来的 所以我们对于文字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要把它建立外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把它做个对比 这个是一般的文字 我可以在上面再输入再修改 可是当我们建立外框的时候 就是已经定死了 所以当我们建立外框的时候 它就变成 跟我们刚刚所玩的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它变成一个形状 这是可以修改的 比如说我可以少掉一个字 但是这个就不行了 所有的文字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印刷厂他们的版本 绝对不会有我们这么新 所以他们会要求我们说 一定要把它降到他们有的那个版本 那如果是像有一些 有些那种网路印刷公司的话 他们是用CS3 所以你在存档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它降到CS3 然后这边就会积显到存档的部分 现在就是档案 然后当我在存档的时候 都另存好 比较清楚 好现在另存 然后把它存成插画2 在存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这一块 它会问你说你的版本是多少 这时候你把它往下降 但一样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通常在变化最多就是文字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文字没有清楚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 这样会有错误哦 所以文字一定要先把它外观化 然后再改成这个版本 然后再存档 然后这时候它就会存到 存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规格 然后像刚刚讲说 那个颜色还有一些 甚至有一些如果说我们使用了 以拉比较高阶的一些功能 但在印刷上其实很常会出现问题 所以后来我自己跟他们周旋了好久之后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自己制作的答案 我们可以是以拉档 但是我们不需要给他们以拉档 我们只要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答案 把它储存成点证图 然后再放进去一次 这样出来的东西绝对安全 就是它不会有说 某一些功能可能太新了 它跑出来它会消失掉之类的 像我最早期的时候 我有帮印刷公司设计一个名片 那上面有一个外星人 然后底下有一个箭层的 箭层的斜线 我第一次觉得那箭层蛮漂亮的 可是我那时候 就直接是用以拉档直接给它 结果最后它的箭层功能 因为读不出来 所以它直接变成一个 灰色的一个色块 所以整个东西变得非常糟 那避免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 我们直接把它变成点证图 然后再把字放上去 这样其实是最安全的什么法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讨历它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你们实作的东西印出来 印成名片也好 印成库卡也好 这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 就麻烦大家回去再试作一下 然后把这几个功能练熟 然后明天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直接实作的部分 那使用上的功能还是一样 几乎都是跟今天我们学的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藉由这些变化 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完成一些东西 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问 贝兹曲线其实就是 要稍稍性的练习一下 因为我自己这样子教过来 其实曾经有一些课程 我是光贝兹曲线我就教了两三堂课 因为一步一步的教 这个部分其实最枯燥也最 但是也最重要 像我刚才请大家说 试作说 把这个物件 我们透明化之后 然后再开 再开一个新土层 这个动作就是要 其实就是让大家练被子曲线 比如说这个 以上面的蝴蝶结来讲 我们可以用刚才这个形状的方式来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两个三角形 我们把它图起来 然后再柔软化 然后再柔软化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有个基本的草图了 那我被子曲线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做 那我被子曲线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做 这个部分跟刚才都是同样的动作 好 这样子我就再改个颜色 这边就直接完成了 然后或者是说 它头发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也可以拿 有一个绝效就是 它的弧线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 它的弧线差不多 九十度以内 如果当比如说像这个 像我们如果从 从这里到这里 它已经超过九十度了 那我们就不太可能说 我们一次一条线直接到底 因为这样出来一定出不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边拉一次 这边拉一次 就可以直接拉出这个形状出来 可是另外一个观点是说 你的点越少 拉出来的效率越高 或者是它的形状也越漂亮 这是我们尽量在最少的点下去 完成我们比较多的东西 像以这个来讲 我这边会做一次 然后比掉之后 到这里再做一次 好的 这里有一个尖角 在这里稍微有个尖角 所以 我在这里 就把它勾住 在这个地方 我随时都有按住ALT 就是让它希望它可以 在我的控制底下 在我的控制底下 去做这些事情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正确的颜色 好 刚才这个 再放下去 就是如果说明 有一个基本型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下去把这个圆格完成 那像这里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 你们都可以像这样子看 它其实每一个都是单一个文件 那只是有一些 我是直接用拉的 像比如说这个 我是直接用 椭圆形象去做 但是眼睛 因为我想让它有一些 不规则的感觉 所以我会试着 稍微再调整它的界点 让它看起来稍微不规则一点 因为以插画来讲的话 有一派是说 以拉推特的插画 就是太过于工整 所以感觉起来没有 没有人性 没有血性 那我们稍微 做一些这个效果 其实可以让它 就稍微 破除这个东西 可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是要做一个logo 它又会需要一个很规 很规则的形状 那规则的形状就是要用 像刚才那个方式来做 比如说像这边 这些logo 我们会发现 它有一些形状 都是非常规则的 这个大家回去 也可以挑战看看 你把这个图档 垫到底下去 然后试着去描绘它 那你就会发现 这种规则 规则图形的规律所在 那还有哪个 有问题吗 OK 那请大家把这个答案 带回去玩玩看 那明天早上 我们就会直接 试做一些地验 去做一些排版的部分 然后让我们可以 可以在那个 如果拿印刷的话 可以完成一件 实际的物体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